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武器外挂架 因此有军迷表示 中国特种部队即将获得这一武器 解放军特种部队被外界长期称为魔鬼 直11WB轻型直升机的加入将会让解放军特种部队如虎添移 在目前中国国产军用直升机家族中 已经形成了2吨级的直11 4吨级的直9 6吨级的直10 10吨级的直20 13吨级的直8 直18等系列化产品 其中2吨级的直11最不起眼 这款直升机是在法制小松鼠直升机的基础上仿制而成的 具有造价低廉 轻便灵活的特点 在中国陆军航空兵中主要担负飞行训练 战场侦察等任务 而在国外 同级别的AH-6 OH-58D等轻型直升机 还都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 可挂载机枪 机炮吊舱 反坦克导弹等武器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可能是受此启发 中国的直11也发展出武装型 但只是简单地加装了部分机载武器和观瞄设备 整体还很简陋原始 近期出现的直11WB则有着明显的进步和变化 直11WB主要定位于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 在保留原型机单发三叶奖 华侨式起落架的同时 对机体外形和观瞄设备进行了大幅改进 首先对机体外形进行了气动修行 整体更加的饱满圆润 机体内部空间有所增加 其次 将观瞄设备舱从机头顶部移至机头下部 视野更加开阔 此外 由于机体重量略有增加 其窝轴发动机的功率也应有相应提升 而在机载武器设备方面 保留了直11W短翼加弦架固定的方式 可挂载机枪吊舱 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 小口径机载火箭等装备 据初步估计 直11WB的最大时速在270公里小时 最大航程可超过500公里 在挂载武器后 仍可装载4到6名成员 直11WB在装备中国陆军航空兵后 将成为两吨级别直升机的主力之一 并配合直10 直19武装直升机 承担多样化的决士任务 其中 武装侦察任务主要由直11WB直升机承担 而主要攻击任务则由直10 直19直升机担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